我久见,赌王何鸿燊和女作家张爱玲是港大同学。 1939年,张爱玲到香港大学文学院求学,一同到香港大学就读的。 还有一位名叫何鸿燊的年轻男子,在香港大学期间,张爱玲主修的课程有英文、历史、中国文学、翻译、逻辑和心理学等。 张爱玲是不缺课的学生,考勤几乎完美,成绩十分优秀,英文九十七,心理学九十六分,历史一百。 当时在港大读书的何鸿燊外表英俊,长着一张像石膏像一般的英式俊面孔,让港大许多年轻女子疯狂。 陈香谢第一炉香里的乔奇无疑是他早期创造的最好的男性角色,这得意于他在港大期间,与何鸿燊有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。 陈香谢就是星辰海底的香港的一点余劲,他把这一切呈现给上海,因为这篇小说,年仅23岁的张爱玲一炮走红。